花莲县政府在县府大礼堂举办一场别开顺面的有机农业月旦讲堂及小农影片成果发布会 县长徐政卫在农业处长陈淑文陪同之下出席 这次活动是希望透过影片的宣传扩展花莲有机农产品的市场 促进在地小农和产品的行销 吸引了很多的农友及媒体代表参加 为花莲的有机农业注入了新活力 县长徐政卫表示 花莲是拥有全台最大的有机面积有机王国 感谢所有农业的用心 将农业品牌一步步建立 让花莲有机农业的口碑逐步生死在大众心中 这次有机农业月旦讲座及小农影片成果发布会 见证了有机小农的辛酸付出以及媒体的影响力 因之后不定期的极端气候 更需要细手合作一起努力推广花莲的有机农业 其实就是如果朋友来 你会说远方的朋友欠你讲坟 然后如果是那个喜庆的时候 柯家人不是因为远方的亲朋好友来 他们更有诚意他帮你磨成了麻吉 那是对朋友嘛 然后你拜祖先的时候就要造造型只有麻吉 这样太丑了 他说阿骨粿 那个就把他磨成本之后他做造型化颜色 然后对神明的又更不一样了 要把他画成无形变成糗 然后我觉得这很好玩啊 他当初也以为说这可能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中原文化带过来的漢人文化 诶不是呢 那南岛文化也都是这一套啊 所以到底是谁跟谁的关系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 发现这是蛮好玩的 就文化篇来讲是在 而这次讲座的主题 并且邀请资深媒体记者 具有丰富的编辑以及报导的经验 承认以多家知名媒体 并且获得多项新闻奖项的肯定 他深入剖析有机农业在媒体中的片面形象 和被检验出农药的假有机 同时他也分享如何利用传媒角色 深化有机农业的真正价值 引起以会者热烈的讨论以及思考 为有机农业的发展致命的方向 记得转意华首导